2005年春晚 一直由来自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的21位听障舞者 共舞的千首观音惊艳了全中国 也让残疾人特殊艺术首次走进大众视野 而自2002年起 艺术团就已带着诸多作品走出国门 以特殊艺术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 中国的残疾人艺术 何以引发世界共鸣 又如何以创新传承传统文化 融合现代艺术 不断构筑起世界交流的共同语言 中心社东西问 近日专访了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团长 中国特殊艺术协会会长台立华 对此进行解读 现在关于这个舞蹈的本身 是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发展的历程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那我们在整个节目中传递的是什么 传递的是积极的 传递的是信念 传递的是力量 同时呢 我们也突破了自身的残疾的局限 通过我们自己的表演 也可以提升我们自身的价值 展示我们的自尊 台立华表示 中国残疾人艺术团持续走出国门 不仅是传递中华文化 也是为了推动社会有更多的包容 融合共享 一我们要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的真诚的中国 我们中国的软实力的提升 通过我们特殊意识的展示 能够展示中华的文化 中国的这个人文的精神的魅力 而对于世界 更增加我们的人文的互相的了解 第二个呢 是推动残疾人在社会上更加的包容 融合共享 我们现在所做的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我们的表演是打破了国家与国界的文化的这种障碍 在土库曼斯坦演出的时候 当地的那个区域停电了 现场的观众没有一个离开这个舞台的 他们呢 反而呢 拿着手机 把那个手机的手电棒打开 我们当时的盲孩子说到 黑暗是我们的世界 我们是黑暗的主人 我们的演出不能没有结尾 我们必须把演出演完 把最后的天下一家 维亚兹沃尔的献给土库曼斯坦的人民 那台上台下交融的如此的温暖 到现在我所经历的历历不忘 第三是传播中国文化 我们有很多的节目 全部都是用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元素 世界各国的人通过我们的展示 能够加深外国有人对中国的了解 台立华表示 中国残疾人艺术团迄今已出访了103个国家和地区 接触到世界各国的特殊艺术表演团体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 残疾人创作的艺术虽各有千秋 但在人性的展示和潜能的挖掘上却是一致的 不同的文化的背景下 残疾人创作的艺术也是有不一样的 但是他们在展示人 人性的潜力和潜能方面是一样的 我们这种创作力是互相可以基建的 互相可以启发的 中国的特殊艺术可能是 共加注重这种 这个集体性的演出 西方的更加的强调的是什么 个人的风格 和个人的潜能的实现 他们就好像独特的个体 但是创作的理念 也是我们互相可以借鉴和学习的 中国参与团团在作品中 一直是持续保留着 就是文化根基的存在 西方他的作品都是现代的 他们的就更加的多元化 可能文化背景的不一样 也造成了这种创作的方式也不一样 但是交流的过程中 也是在互相的理解互相的吸收 牵手观音最后有一段话 是一种注解 只要你心中有爱 只要你心底善良 你就会伸出一千次手去帮助别人 也会有一千只手来帮助你 那借助艺术团的这种影响力 这是我们是告诉大家 人和人之间都可以平等 人和人之间都可以包容 人和人之间都可以公容